今天是会要跟大家介绍一种修行 一种醒觉生命的真相的一种修行 这个在佛教里叫做死随念 所谓的随念 就是把心醒觉它 醒思它 或者是安住在这一个课题上 这课题就是死亡 醒觉到生命是很无常的 不安稳的 然后死亡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好人坏人 或者是什么富人穷人 所有的人都难逃一死 都一定要面对死亡 所以当我们讲死亡发生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 黄土一堆 不然就是烧掉成为骨灰 全部人都离开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 最后的几句都一样了 所以当你这样想 短短几十年有一天我们叫灭在死亡 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今天想到的这些委屈啊 伤痛啊 或者是这些公平不公平啊 好啊 不好啊 种种的念头 还有什么价值呢 没了 所以当我们心觉的时候呢 很多那种斗争思维啊 都会被我们放下 你要和那个人想把他杀掉 但是呢 你杀不杀他 他也要死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 记忆不好 我们也要死的 到最后全都扯平了 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 心里就很容易放下的 解决到生命死亡的必然 的那个真相 那我们就会心里心胸放宽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在临死的时候 我们是否还要记住这些事 我们受过的委屈啊 伤痛啊 这些数不尽 无始以来我们受的这种苦 这些遭遇算不完的 难道我们还要背负吗 如果我们在记忆里面 一直在背负着他 然后一直在抓着 我们实在就像抓着 本来已经烧伤我们的火堆 我们不放 继续地抓在记忆里 让他重复 一再地让不好的记忆 一再地重复 其实呢 是我们的加深 我们自己所受的伤痛 当然是很不容易 那我们但是要勇敢地克服 只有勇敢地克服 我们才有可能 从生命的苦中走出来 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们不克服 生命会更不容易 会更苦 所以在苦跟更苦之间 我们应该选择走出来 既然已经苦了 我们就走出来 先不要让现在 受那么多的苦 所以这个死 随便就帮到我们了 我们想有一天 我们全都要死去 记恨这么多 做什么 没用 也不能改变 那心觉到有一天 好人坏人全都要死去 所以心觉到这个真相 我们就 心就很容易舍坏了 而且临终的时候 当我们要死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想起那些 不好的事 那我们会投成了 不好的地方的 因为阴暗的心 它的下一刻 的延续 也是阴暗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 现在在伤心中 在怨恨中 死去 那么呢 下一刻 你想呢 这么容易生起好的心吗 如果是临终的时候 是不好的心 死去 那下一刻 所生起的就是不好的心 不散的心 它不会投身到散去 它一定是在 不散的戒里 苦戒里延续 那就是说 我们会投身到苦戒 所以我们要勇敢地 放下 放下这些 不好的想法 阴暗的念头 负能量 我们要把它放下 然后呢 带着光明的心 离开 所以当我们这样想 我们不要 现在就累积 这种坏的倾向 紧急到死亡必然要来临 我们就告诉自己 我如果不能够 得到很多好的东西 但至少 不要让我选择一个 更糟糕的未来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 努力 这样子复权的时候呢 那这个死随念 就帮到我们 让我们能够 放下 生命里面的 那些 不如意 或者是创伤 这种坏的